大家好,我今天来种豆角 我叫黄金钩,非常容易种 几乎每个人种都不会失败 你看看我把它就种在这个盒子里边 完了盖上土 盖上大概有一厘米左右的土 完了给它浇水,给它盖上就可以了 它大部分呢,花芽也稍微很坏 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几乎很少失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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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都是我在三月底种的 就是那几天最冷最冷的几天之前种的 因为他们这些小青菜呢非常耐寒 种上以后呢盖上两层塑料布 完了就可以了 他们都没有冻死 你看看现在他们已经都出来了 这个小的是香菜 其他的就是白菜了生菜了 各种的还有什么小芥菜了 就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不同的生菜 还有铜好我看也出来了这些 还有这个在这些小的像那个酸奶盒子里边种的这些呢 都是屋里边育苗太多了放不下了 所以就把它们移出来了 那几天非常非常的冷 我看他们生命力非常非常强 想不到的都都活了 这个大红盆里边刚刚种的是火水萝卜 就是一种刚买的那个籽种的 这小的这些小的 这个现在看到这些都是那个在最冷之前种的 他们都活了 而且都出来了 都没想到他们能长得这么好 这些是Basel 九层塔 这些小的长的都是九层塔 都是在最冷之前种的 三月底种的 这些喝水用过的瓶子呢 我就把它做成小古人house 这些现在看到这些就是beef stick 西红柿 因为我家那老头在那个costco买几个西红柿 我就把籽给他拿出来了 拿出来给他种上 长得特别快 一个礼拜就出出苗西红柿 这些都是小白菜了 小生菜了 我育苗育的很早了 都长得这么好 这些都是 大家看到这些已经都是三月底种的 这些也是 就把它们放在这个盒子里边呢 就像一个小的古人house一样 这个盖塑料布的里边种的是黄瓜 是corean的黄瓜 看看长得多好 没想到它们能长得这么好 这个我也是给它盖一个 两层的塑料布 把它系上就可以了 它们的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 只要有 有稍微适当的温度 水和空气 还有阳光 它们就长 我就把它们都盖上这样 天冷的时候 晚上就给它们盖好了这样 它们就是 真的 它们特别容易生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给点赞 订阅 给点赞 订阅 它的 给点赞 订阅